露心卷饼河水竹响尾蛇 到底哪个更好吃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史蒂文 今天带大家一起去 亚历桑那州的偏远山区看看 在这片原始无情的土地上 生活着一种被当地人称之为灰色幽灵的生物 它们属于白尾鹿的亚种 但皮毛却是灰色 与周围环境相近 加上它们胆小谨慎 速度极快 导致它们踪影难迷 狩猎难度极高 就连我这样职业的猎人 也没有足够的把握猎到它们 这些灰色幽灵名不虚传 整整一天时间 连根路毛都没发现 但我坚信失败是成功他妈 先修整一夜 养精蓄锐 天亮了我也该出发了 这次我带了超级望远镜 果然 没花费多长时间就发现了猎物 其中两只象袋鼠一样在打拳击 它们的距离非常远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中间还隔着一条巨大的峡谷 我感觉那边山上的路 应该没有备受猎过 因为这道峡谷 足以将其他猎人聚之门外 我准备去试试 毕竟对于我这个吃货来说 能吃到不花钱的肉 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这项工作很可能会持续到夜晚 晚上吃什么呢 吃一条拦路的响尾蛇 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有了这条蛇晚餐我就不愁了 但眼前复杂的地形让我有些头疼 想想能吃到免费的鹿肉 只能硬着头皮上 穿越峡谷费了好大的劲 就在我刚出峡谷时 发现了两只鹿 但是很可惜 据我观察 这两只鹿没有脚 都是母鹿 为了保证物种的健康繁衍 大多数的雌性动物是不被允许狩猎的 我只能放弃猎物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我得找个合适的地点露营 倒霉的蓝鹿蛇成了我美味的晚餐 在野外生存 蛇是最好的补给品之一 至于这碗翼儿好不好吃 我只能说 鸡肉味 嘎嘣脆 第三天早晨 太阳还没完全升起 我就发现了白尾鹿的影子 距离稍远 不在射程范围 但这只鹿走得很慢 而且绝对是一只成年熊鹿 三天的努力 终于换来了这一次机会 我当然不能放弃 当我到达射程范围时 发现这只鹿一蹶一拐的 肯定是受了伤 应该是跟其他鹿打架被脚刺伤的 这样的鹿在自然界中是无法生存的 它根本逃不过野兽的捕食 与其重新找一只健康的鹿 不如解决了这只奄奄一息的熊鹿 还能减少它的痛苦 此时的鹿躺在灌木丛中 只露出一半的身体 这只鹿有个一百斤左右 差不多能为我提供两个月的食物 还有一张价值数百美元的鹿皮 这只鹿的鹿皮 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美食时间 今天的烹饪方式是烧烤 这只鹿的鹿皮 烤的牛油的鹿心搭配上洋葱 撒点辣椒粉 最后再加上墨西哥烧烤酱汁 这一次的狩猎用了三天的时间 花费的大量的心思和汗水 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我觉得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但是不付出肯定没有回报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长按点赞加关注 下期才会不迷路 再见